大家好,我是Marita,欢迎大家又来到我的YouTubeChannel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最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同化发色有点改变 因为我觉得夏天黑色就太重了,所以想浅一点就潮一点 然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超爱的眼影盘的review 就是这一盘,叫做BECA Jaclyn Hill Shamping Pop Collection Eye Palette 这个眼影盘先跟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好了, Jaclyn Hill是谁呢 然后BECA又是什么鬼,BECA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彩妆品牌 她家呢就是以一些高光啊,就是bling bling闪光,让你的脸很有光泽的东西而著称的 那Jaclyn Hill呢,这个大妞呢,她其实是一个YouTube的达人 然后她的那个频道真的超级受欢迎,然后我自己也超级喜欢她 因为我觉得她就哒哒哒哒说话很快,然后又说的很好,然后每次推荐的东西都很好用 然后呢,所以呢,其实很多人都是Jaclyn Hill的粉丝 所以这回她跟BECA合作的话,是很多人在追随她们的 但其实她们上一年呢,已经有一次合作了,就是出了一款Jaclyn Hill的独特的高光,叫做Shamping Pop 然后这一回呢,她们又合作出了一个那个Face Palette,就里面有胭脂啊,有highlighter,有bronzer等等的那个很漂亮的一个盘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眼影盘,其实呢,大家知道就有些东西呢,虽然你不是很感兴趣呢 但是说的人多了,你真的会很好奇,所以我其实两个都想买 但是就是运气不太好的那个Face Palette,那个白色盘呢,我就没有买到 因为一起穿的Sephora就全部sold out 但是这一个呢,就Sephora上面还有 所以的话我就赶紧下手买了 那我今天眼睛上涂的呢,就是这个Palette的颜色 我觉得很适合日常妆,就是秋冬啊,春夏什么都OK 就懒的时候就用这一盘,我觉得绝对搞定了 因为我本来呢,也想买一盘BECA的眼影,但是迟迟没有下手 然后直到看到这一盘,我觉得真的是完美 然后我现在就要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了 真的拿到这个盘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它太有质感了 因为大家看它里面,它盒子是金色的,然后好像有香槟小点喷出来的感觉 然后里面呢,也是一个金色的盘 而且它不是那种很塑料的感觉,但是就是很有质感了 我觉得,然后上面写着BECA Jack Lee Hill,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说一下后面呢,就是色的名字 然后打开里面呢,其实它就是有一个透明的纸 也是有白色点点的,然后上面是每个颜色的名字 那我们呢,先来分析一下这每个颜色的C,然后再看试色,好吧 好吧,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真的都很实用,很喜欢的颜色 比如说这个,它其实一个就是说可以提亮眉骨啊,还有眼角位置 我今天有用的一个色,其实Jack Lee Hill呢,它自己是很喜欢 MAC的一个颜色,叫做Nylon 其实是很类似这个色的,所以我觉得它把这个放进来也是 想让大家更常运用到它这个最爱的这种Hella的色 就是因为它打眼角啊,或者眉骨什么的都很自然 然后第二个色呢,就是新创的一个特别色 因为真的Jack Lee Hill真的太喜欢香槟了 然后中间这个色呢,真的我超喜欢的一个粉色 就是那种Brient粉,就是那种灰灯朦朦朦朦的粉,就很好用 然后这个色呢,也是一个非常淡的大地色 所以它们两个呢,其实加在一起可以做很好看的Transition Shade 就是可以很好地做这个眼窝的过度 让你的眼睛更加深邃 我觉得还蛮喜欢这两个色的 然后这个色呢,就是最深的一个颜色 那一般呢,我就画眼底啊,或者眼尾 可以显得眼睛更大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盘真的是超实用的 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下湿色了 这盘的颜色真的,我跟大家讲 就是真的很creamy 而且是那种很丝滑 就是那种德夫巧克力般的丝滑 我真的植入广告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每个色真的很容易上色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手 其实呢,它虽然是非常的容易上色 但是它的色全都不是那种很重的颜色 这个就是我今天眼角的颜色 然后这两个色呢,我一般会用在打眼窝 就是过度色 都很美,这两个随便你用哪一个都很漂亮 然后这个的话,我会打在眼的中间 就是在你不灵不灵眨眼的时候 就会做了会有一些电光的感觉 然后这个的话,就深色 我一般会用在下眼睛 嗯,所以我觉得这五个色真的是超实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那种暖暖柔柔的大地色系 嗯,有没有,还不错吧 而且这盘,我觉得我还喜欢它呢 就是它整个盘的价格 相比其他牌子来讲的话,没有那么高 虽然它是限定版 嗯,但是我觉得它价格是 我完全可以接受 就觉得,嗯,OK 限量版的价格这个样子的话 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然后,嗯,总体来讲的话 超级喜欢这一盘眼影了 如果在寻找大地色系 还有就是这种暖暖 女生气息的眼影盘 就有那种春天的浪漫 冬天的温暖的感觉 就可以试一试这个盘了 所以呢,非常推荐 非常喜欢 屏幕上的小打分 来给大家一些参考 嗯,个人认为呢 这一盘还是一个挺实用的眼影盘 好啦,今天的review和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订阅我的频道吧 然后呢,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啦 然后如果想看这个眼影盘的教学 叫教学嘛,tutorial 就是看我怎么画的话呢 也可以给我留言啦 我一定会回复大家的留言的 好啦,今天就在这里吧 拜拜,下次见喽 手还挺脏的呢 拜拜,拜拜 再见